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牛仔蓝套装亮相绣场,不愧是乡家少年,气质拿捏到位。 香奈儿深圳大秀来了,王一博无愧于乡家少年,一身牛仔蓝套装亮相,帅气短发搭配墨镜,气质拿捏到位。 这次的香奈儿大秀,在深圳举行,可谓是关注度达到了一个爆棚,现场人山人海,在王一博到达后,更是人声鼎沸,有种走路都挤不动的急事感。 没想到,现场会这么多人,特别是在王一博出现后,蜂拥而至,可见人气到底有多高了吧,这就是内宇顶中顶的存在。 在这次的大秀上,我们看到了王一博一身牛仔系列的套装亮相,又是一套没有发布过的超级新品,相加给予王一博的待遇不言而喻。 很显眼的地方是,这次王一博的牛仔外套上的五瓣花的刺绣,很有中国元素,估计上架后会成为爆款,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品味。 同时,王一博的裤子,牛仔喇叭裤,戴着乡家的大logo,这身打扮看下来,简龄还时尚,说不出的前卫和时髦,就是看着少年感十足,没办法。 王一博的厉害之处就是,穿衣很有品味。 不愧是相加少年,总会把他家的衣服穿出自己的品味,戴着自己的风格,凸显自己的特色。 不同于之前的一头白金发色,这次黑色头发,看起来很干练,随便抓两下,王一博的气质就展现出来魅力。 这张帅气的脸,搭配相加的墨镜,整个人看起来的酷。 且不说王一博的人气,他所在就是焦点,整个现场在王一博出现后,就异常的火爆,簇拥在他身边,看到入场,都无从下角的感觉,就知道人气到底有多顶。 通过现场的画面我们看到,王一博的待遇不一般,坐在王一博身边的就是香奈儿的总裁,现场给了王一博好多镜头,看到他出现在大屏幕上,哪怕是戴着墨镜,笑起来的样子都感受到那份热情。 王一博是个低调的人,他有点腼腆,这次坐在王一博一侧的还有陈伟霆,两位大帅哥同框的画面,还是挺养眼的。 现场好多人都拍到了王一博,在自己家门口的大秀,看得出来王一博是放松的,好多人看到他面对镜头招手,微笑,甚至还啃手指,很符合王一博的个性。 王一博是一个生活中不做作的人,足够的真实,做事也沉稳,受到不少人的喜欢,特别是业内长辈都喜欢夸的存在。 香奈儿对王一博这位宠儿的喜欢,这次大秀安排在总裁旁边,拿出的单品也是首发,宣传的牌面更是满屏皆是王一博的名字,头版封面,都给了王一博。 还有后续的各种物料,也会随着大秀的开场,陆续送上,听闻这次香奈儿安排了王一博和周续学网球,果然是宠溺有加,完全按照王一博的喜好来的节奏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 再见